好端端的走在路上 却突然有小孩子跑过来抱着你的大腿 叫你爸爸或是妈妈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台中啊这一名两岁的小男童 因为太想念妈妈 但妈妈在上班不能陪他 于是呢小男童趁着阿公去倒垃圾的时候 偷偷跑到外头去找妈妈 他上了马路看到一名年轻女子 他不分青红皂白 冲上前抱着人家大腿喊妈妈 让这名女子吓一大跳 为了找妈妈而走失的两岁男童 被路过女子抱进警局 任凭警察叔叔阿姨怎么问问题 就是不回答 而坐在警局的女子被男童当成妈 还在大马路旁抱着她大哭 只是男童什么话都不说 警察伤透脑筋 只好把男童带回被发现的地方 找她的家人 正巧遇到心急如焚 忙着照孙的阿公 阿公说女儿在彰化上班 他帮忙带孙子 孙子平时不怕陌生人 可能也太想念上班的妈妈 才会乱跑 错把路人当成妈 孙子平时不怕陌生人 不怕陌生人